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内特非常相似 加内特在森林郎向立12个赛季以后 选择被交易到开尔特人 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秀奥尔良和明尼苏达都是小球会 这样的小城市很难吸引到巨星的加盟 现在摆在龙梅哥面前的选择就是留下或者离开 安东尼达维斯上个赛季场均得到28点1分 11点一个篮板和2.6次封干 另外还有1.5次场段 相比于一月造一期三季 安东尼达维斯在河里冲撞 区内的投篮增加了2.5次 在中院距离的投篮减少了2.7次 这一变化 说明了安东尼达维斯 已经增加了他在篮下的侵略性 并且增加了把握性更高的投篮选择 要知道 安东尼达维斯刚刚25岁 未来他的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从技术特点上来说 安东尼达维斯既具备卡佩拉超强的防守能力 有具备周期的射程 此外 贾佩拉已经是联盟中移动速度 最快的内线球员了 但是 安东尼达维斯的跑动能力更强 但是 龙梅哥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缺少一个八七党拆配合的后卫 虽然霍勒迪是一个不错的外线球员 但是他并不具备稳定的投射能力 以及第一时间出球的能力 也正是如此 间接的限制了 安东尼达维斯在进攻端的统治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